再來就是,剛剛主要是利用if 這個比較簡單,大概比較略講,合格不合格 多重的話就是,巢狀的一個if 所以if裡面再一個if,這個if裡面再一個if 那根據那個if,我印象中它以前的說明 舊的版本好像有限制就是最多巢狀好像是七成吧 OK,現在好像有看到嗎,以前是有看到什麼最多是七成巢狀 但是現在好像就沒看到它,其實是不是說沒有這個限制 不過理論上也沒有人會特別在公式裡面做那麼多層的邏輯判斷 反而啦,我是覺得像這種比較複雜的巢狀的公式 我是建議乾脆寫VBA,就是你簡單的公式用函數還可以 但是太複雜的啦,我覺得反而在VBA裡面來撰寫 比較可以慢慢去敘述,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VBA你可以分很多行慢慢寫,沒關係 但是Essale只能寫一行,有沒有 就一定是整個橫向的發展 但是VBA可以縱向發展一直往下 第二個的話呢,這個Essale裡面它沒有辦法增加變數 像我們之前有A有B嘛,我可以先把前刮後的位置 或者前面那個字的位置先記在A這個變數 後面那個先記在B那個變數的位置 然後我以後再拿那兩個變數來做計算,不就OK 可是問題喔,在Essale裡面的公式 不能這樣它沒有變數的概念,所以很麻煩 對不對,除非說你可能要跳好幾個儲存格 分開做好幾個階段 也是可以,但是畢竟感覺會把事情變得更麻煩 更複雜化啦,OK 所以理論上學這些東西,主要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工作 盡量能夠越來越簡單越好,不要花太多心思 好,那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是潮狀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再加一個欄位叫VBA 那這個VBA的話,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是希望可以把之前交的東西再融入進來 有沒有,比如說啦 這個時候我想因為這個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那我就大概略比較快速的講 第一個我希望這個清楚,這個不用講 輕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大概有兩種寫法 一個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有沒有,把 sales i 列的 h 欄等於空的 清除 另外一個寫法是 range h 2 到 h 7 有沒有 點 clear contents 或者是等於空的也可以 兩種寫法,這上面有沒有講過 你可以回頭看一下 那哪一個效率高呢?當然 range 所以記得,你小範圍用 sales OK 但是大範圍像常常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那個輕輕這麼慢啊? 因為你用 sales當然慢啊 所以如果是連續的話,你用 range 上禮拜講過,所以這個我就不贅述了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輸出公式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公式喔 有沒有,丟到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丟到這邊vba這個範圍的話 這個丟這裡 那一樣嘛 for i 其實就是把清楚的程式拿來複製過來 那差哪裡呢? 這個公式貼到雙引號裡面 但是要注意喔 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一個要變兩個 之後取代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呢 列號通常是一二這個 把二改成i就可以了 OK,所以就上禮拜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可能請各位自己再輸出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就整個就OK了 所以清楚把這個公式丟到這個範圍裡面來 OK 那這個請各位自己做好了 OK,這個等於是一樣的東西 再來呢 比較難的應該是這個跟這個 這個輸出的話呢 合格不合格不是丟公式喔 不是像這邊裡面有公式喔 而是怎麼樣呢 在VBA裡面呢 先做一個判斷 判斷完之後再丟合格不合格 這個就稍微會 不過跟上個禮拜也差不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成績多重 就是一樣喔 輸出的話也是ABCD的結果 直接丟這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這兩個該怎麼寫 其實也不難寫啦 基本上喔就是要在VBA裡面呢 把它完成這件事情 這個喔 這個出來是合格不合格 那撰寫的方法喔 基本上喔 你其實可以拿什麼 這個就這樣寫喔 寫的方法其實甚至可以拿清楚的 拿來複製 因為迴旋範圍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把這裡面的資料 要不就是丟合格 要不就是丟不合格 所以兩個 所以如果二選一的話 如果以後你要丟的東西是 兩個或多個的話 那你第一個要想到 請你在FORP回鍵的下一行 Enter之後按個TAB鍵 打一個1V 如果 然後設一個條件就可以了 如果1V什麼了 判斷的條件在哪裡 如果他同一列的什麼呢 一欄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那就幫我在這邊輸出合格 反之輸出不合格 那程式如何撰寫呢 這個慢慢要習慣一幅喔 如果這個資料 同一列的一欄怎麼寫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這個來複製 然後把這邊改成1不就好了 同一列的1欄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空一格 rem然後 所以這個固定的架構 一般習慣是if 然後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空一格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所以慢慢習慣 我的習慣就是這樣 反正先把頭跟尾打完 然後再判斷說 如果只有一種可能 一個單一邏輯 那就把這個放在裡面 另外一個是兩重邏輯的話 那我就在中間怎麼樣 在Enter兩下 打一個Ls Ls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上面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走這一 這個一幅的下一個輸出 那如果Force的話呢 就是Ls的這個輸出 所以有點兩個閘道 一個往東一個往西這樣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 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就這裡面輸出什麼 合格 所以把合格兩個字打在這裡就可以了 合格 有沒有 然後呢 反之 不合格 所以喔 可以把這個 再複製到底下 把它改成什麼 不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這個OK 所以主要你們要學習的 就是要熟練的就是這個啦 中間的這一段東西 慢慢把它習慣就OK 因為也不難理解吧 這個是如果 這個條件喔 為True的時候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輸出這個 把這個資料呢 把我放在H 的這個同一列的資料 所以他會判斷 判斷完要不就是合格要不合格 所以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結果應該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喔 撰寫那個 總共 第一段 第二段 假設來不及的話 你可以先把雲端上面 這兩段先摳下來吧 然後再練習這個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是只是輸出合格不合 而是輸出多重的話 那這個多重不是用公式 而是用VBA 那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